这些媒体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吗 昨天苹果问那个问题真的是 这个是个总统大选 总统参选的辩论会 就你再问一个 他跟600万 王小姐600万之间的诚信问题 这到底是什么 这跟诚信到底有什么关系 而且你在这种场合 你是不是应该要去问大方向 国家政策的问题 或者其他的相关国家大事的问题 就你去问一个私生活 而且跟诚信 好像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不知道苹果 为什么会去决定要问这个问题 那所以韩国瑜会生气 他就骂他 那中央社我必须更直白的讲 中央社那个问题 摆明就是说好 要去给蔡英文总统做求 而且问到 我必须说这个总编辑非常司格 是问到自己还笑场 他自己问到一半都笑 所以表示 你要装也装像一点 装成这样子自己笑场 这不是很难看吗 所以我必须讲 你身为一个中央社国家通讯社 有必要把自己做成这个样子吗 所以韩国瑜也很不客气的回应 那至于三立 虽然他不在现场 可是呢 三立跟黑韩国瑜的次数之多 我想举世公认 这个就不用去讲 所以我必须说 韩国瑜会这么生气 你想一个人我全家人 我的老婆小孩 包括我的岳父 我全家人被你抹黑 抹黑了一年多 而且媒体是往石头打 各种东西 有也好没有也好 你就把它当作真事 一路这样打下来 世人人会不会很火大 正常都会很火大 所以宋楚瑜中间还 想要打原厂 说你好像对 对媒体的新闻自由啊 这些东西要 好像不要用这种口气去说吧 韩国瑜也不客气的 直接讲说 如果你像我一样这样被人家黑 你自己会做我的感想 你会有什么反应 所以这个就让我觉得说 当然 这个是个双面刃 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开始做文章 说你怎么可以没有风度啊 怎么可以这样骂媒体啊 但是我必须讲 如果你会因为这样 就不去投韩国瑜了 我老实不客气 你本来就不会投他 事实就是这样 你本来就不会 你会因为这样去不投他 反而是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 对 台湾有些媒体早就应该要骂 因为他们做的太超过 但是我觉得最奇怪的就是 你看宋楚瑜都会有反应 宋楚瑜马上 现场看到这个状况 就出来打圆场 然后去讲顺便申诉一下 他对媒体新闻自由的一个概念 可是蔡英文完全没反应 蔡英文是继续看他的稿子 去讲下一题 不就是这样吗 这就是我觉得读稿记最大的悲哀 因为真正在上面辩论 那个人不叫蔡英文 是他背后写稿子的那个人 那个人才在跟韩国瑜辩论 才跟宋楚瑜辩论 这才可怕嘛 而且我跟你讲 蔡英文总统最大的可怕的程度是 你稿子写错了 你可以不要念吧 你还继续念 你知道昨天有一个让我觉得 最可笑的地方就是 蔡英文主动提起网军 哎网军是 我要移动给自己跳吗 对网军是全世界都在打你的东西 结果你应该是希望别人不要提 结果你自己先去问韩国瑜网军 你的幕僚写这个 我真的严重怀疑这个人是韩粉